哈喽,我是奥尼玛 今天是我们徒步西站的第八天 今天我们走了十公里 还是被洪叔给拿下来了 洪叔热情的邀请我们在贺庆这边 待一天说在这边玩一下 然后这边有比较有名的 人气小镇 还有啥? 卧干 还有很好吃的卧干 我们刚刚不是在路上看到的卧干吗 吃起来确实很不错 然后他们说这里附近有一个什么果林 是不是? 对 然后洪叔说他每年都要去摘卧干 对 让我们去玩一下 我们就没有忍住 然后今天就在这边休整天 走到十公里要早上 完了完了,洪叔要给我们烧 烧这个火腿吃了,这么大一个火腿 吃吧 吃 你吃,你看看你今天被人打击了 说你250斤你还吃啊 我就吃两口 你吃两口,你确定你两口能够hold得住啊 啊,耗得住吗 这是我们今天中午准备吃的饭 中午准备来得起做,今晚上就把弄了 这里,我等下我来烧这个鱼吧 洪叔家厨房好大哦 然后我现在先来处理一下鱼 我们也只能吃这种鱼肉啊,含豐富的蛋白质的 先把鱼肉腌了 然后洪叔家的话没有开通天然气 用的是电磁炉 这边还有一个大的那种柴火灶啊,但现在都很少用柴火灶了 今天洪叔这个厨房就归我了 早上小罗去菜市场买了鱼 买了魔芋,还买了原菜,我腿就烧了一个鱼吧 然后其他的东西也不敢吃 在高标锅里面炖的就是刚刚咱们看到的云南大火腿 老香了,但是辣香味一下就过来了 啊,好香啊 这外面风好大呀 杨姐跟红嫂去摘豆子去了 这后面都是他们的地呀 麦子也快成熟了 我的个妈呀,你看看小罗 我的天哪大哥 你这也太严重了吧 你这是给自己给自己做了个背心吗 然后小罗眼睛上还长了个东西 来,眼睛上看一下 眼睛上这里 看 看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长了个真眼 好家伙,你看前面也是 哎呀,杨姐他们摘豆子回来了 摘的啥菜呀杨姐 这个这个菜我也叫不出来 我们那是叫四季菜 不是那个什么菜菜菜心吗 嗯,这个好吃 这个是菜心炒菜好吃 新鲜哦,这个是蚕豆 可以 就在这两个小活着来剥蚕豆吗 你们看一下小罗斯上杀的很脏 王平啊 不要叫哦 乖乖的 我们现在化身为 摘豆子大队 大家一起在摘豆子 洪婶说把这个豆子跟米饭一起煮 他煮了这么多米饭 我没有吃不了米饭 我们只能吃点鱼 看一下洪苏虾做的这个 是排骨腌的辣椒酱 那里面是肉哎兄弟们 我准备拿这个来做这个双菜鱼呀 这咱们的鱼弄好了 好了,我要开始做饭了 这是萝卫 把萝卫先煮一下 我本来现在做个清汤点的双菜鱼 结果这个辣椒酱给进去啊 很红 然后这边是配菜啊 哇塞这个鱼那火腿弄好了 这辣香味好足哦 哇五花肉兄弟们 来的应该没事吧 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 嗯 太香了吧这也 嗯 好香好香 而且不怎么咸 我的鱼做好了 先杨姐吃点葱花 然后红椒现在炒这个 好好吃的五花肉了 哦呦这个 这个我们是不能吃的吧 你弄得多吗这样啊 这个炒就不香吃人了 我让红椒少倒点油 这个八锅了 好 倒进去了 啊 哇 我们准备要吃饭了 这是我烧的鱼 红椒烧的这个肉 台湾的一锅饭 米饭我是能吃的 我只吃点鱼就好了 哦不不不不跟我们咬饭 我们不吃米饭 我们就吃点菜就行了 我俩都不敢吃米饭 但是杨姐还可以吃米饭 好家伙 天津人这么吃法呀 红酥加纯天然的 这个葱 你看蘸酱 这个豆很好吃 辣不辣 辣不辣 不辣 杨姐瘦 杨姐瘦真好 我吃点鱼就行了 不吃了 可不可以再吃 哦呦 这块肉 好香哦 好香 吃吗吃吗吃吗 咸不咸 弄个米饭特别好吃 我米饭还没有敢吃 最后吧 小罗没有徒布都瘦了好几斤了 放屁八斤 真的八斤 你在那边撕起 你是前脱布 你是脱脱了吗 三二一哭 你这个叔叔太坏了 你是不是什么回事 你 我吃好了 等下小罗吃了三碗米饭了 不管他不管他 乖不哭啊 我今天要搞七碗米饭 我今天要干七碗米饭 不哭 快吃点 看我烧的鱼都快吃完了 然后呢米饭还有这么多 肉的话就吃了一片 我们吃完饭 到这个营替小站来溜带一下 然后小猪过来说给洪叔的孙子孙女 买点零食 差不多了 我去拿鲜奶就好了 这晚上我们肯定要麻烦人家 住人家家里面了 这个是本地的牛奶 大理的牛奶 然后给他们提上这个 这纯牛奶啊 然后你分开付 这个跟这个分开付 牛奶我付 然后这个给他换成了 成长牛奶 都会给奶比较好 今天晚上吃的有点多了 然后我们来这个小镇走了一下 然后现在是回去 这样子今天可能走了也有16 7公里的路啊 这样子生活其实挺好的 出来旅行嘛 不只是为了减肥 更多的就是风土人情